好 同學我們來看一下夏列這一首這個李白的江夏行 那他要你按照這個文藝去找出順序 那通常這一類考題大家一般都會覺得蠻困難的 那大家千萬不要用自己的方式直接這樣湊 你一定要用選項來幫助你 畢竟我們就是考試是算得分的嘛 所以你看他一開頭不是丁就是乙 所以他給你兩個暗示 就是讓你先找出是丁還是乙 好 所以我們一開頭你看一下 一開始他先講有一個女生 就是這個義席嬌小之啊 春心義自持 好就是說春心蕩漾但是尚能自持啊 也就是說雖然有喜歡的人 就是私春啊 但是呢還可以把持得住 但是呢就是很喜歡的那個人 所以你要覺得先乙還是先丁好 你看因為丁一開頭就有一個誰知駕傷骨啊 令人卻愁苦 所以他有一點這個轉折了 所以你要先交代故事才會有轉折嘛 起承轉合對不對 所以要有一個承接的 好就是先說 欸年紀小小但是呢有喜歡的人 好有喜歡的人所以應該要先用乙 你來看 未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 好所以一定要先接到乙 好就是說我呢有喜歡的人了 所以我要先趕快嫁給他 嫁給他可以不用每天就是飽受相思之苦啊 對不對 我就可以跟他好好的在一起了 然後所以你看喔一定是會先乙 所以我們把丁選項呢先去掉 就是等於刪除法 所以四個選項裡面就已經有50%的這個答對的幾率了對不對 好所以你看以接下來呢 第二個選項是要選物還是選丁 我們從這樣子來判斷 好嫁了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他說自從為夫妻這個合成在鄉土 好那這個轉折轉太快說 喔嫁給他避免可以這個長相思 然後結為夫妻之後呢 就合成在鄉土 可是為什麼這個結為夫婦之後 老公就不在家鄉呢 所以一定有原因 所以你要先交代原因 先乙然後呢再交代原因 所以原因呢是什麼 是因為他嫁了誰 他嫁了商人 這個商人呢 嫁給商人為什麼感覺很愁苦 有沒有 所以應該先乙丁 然後才解釋這個原因 好就是 嫁給了商人之後啊 結完婚之後呢 他就不藏在家 因為商人要常常出差啊 常常去做生意啊 然後搭船啊 好去遠方啊 好乙丁物 所以才會接這個 好 結完婚之後呢 就是 飽受這個 離別之苦 好 然後離別之苦 來我們就看甲跟餅 好所以 就講到這個 去年夏揚州 相送黃賀樓 眼看這個 所以夏揚州是順流而下 所以這個 交通工具一定是 帆船 所以甲在街柄 好 眼看帆去遠 心足江水流 好就是我呢 在岸邊送行 然後跟著他 這個 心也隨著他 好飄啊飄的 這樣子 離開 然後最後結語說 只言其一載 一載 也就是說去可能去一年 好 但是呢 誰未立三秋啊 結果呢 哪知道 他一去去了三年都沒回來 然後 使妾常欲斷 恨君情悠悠 也就是說 我也只能在家鄉啊 這樣子 哭等你啊 這樣子的 這個惆悵啊 憨恨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恨 倒不是真的那種 我們講那個hate 那個恨 好那個恨有點遺憾 有一點 惆悵 也就是說 我自己選的人 然後我選錯了 哪知道他這麼忙 以為嫁給他 就不用分離了 沒有想到 結完婚 才是離別的開始 這樣的意思 所以 以丁悟 然後最後接 夾餅 然後再接到 就是這個 思念跟愁苦 好 所以我們就把 朱選項呢 選出來